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们是玩破产的 破产兄弟 我是啥都懂一点的石头 我是啥都吃很多的大摇 千呼万唤 我们的新疆故事终于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新疆待了足足18天 开门见山 咱们就先说说路线 我们在6月中启程 一路租车自驾 从乌鲁木齐向西 直奔赛里木湖 抵达霍尔果斯国门之后 折返来到伊宁 通过独库公路 翻越天山南北 再经过第二沙漠公路 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途经河田 抵达喀什 最后我们还去到了塔什库尔干 一路上说走就走 说停就停 除了地图上标记的这些大节点 我们还先后到了大大小小 19个城市和村镇 那些地图上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 都变成了具体的所见所想 以及未来一个月的更新连载 旅程的最后呢 我们的汽车里程表显示 此行我们一共驾驶了 4382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相当于是从北京开车到广州 然后再开回来 我们都知道新疆很大 如果六分之一国土这个说法 还不够具体的话 那我们里程表上这4000多公里 可以说足够深刻了 更何况 我们还没有去往乌鲁木齐以东 以及整个北疆的阿勒泰地区 新疆的大可不止是面积 还有自然风暴和历史人文的丰富 我们原本打算呢 是做两期新疆 一起讲自然 一起讲人文 但是回到北京整理素材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傻眼了 两期真的说不完啊 所以坚持做精品视频的我们 这一次 我们要做流水账 把每一站发生了什么 都一无一时地告诉你们 所以第一期作为一个开篇 我们就先和各位一块降落在 乌鲁木齐 好我们已经下飞机出了乌鲁木齐机场了 然后我们下飞机之后就留了一个洞块 然后让大家推荐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有人就推荐了牛奶 然后我立刻就去便利店买了 卖驱儿 然后还有人推荐这个天润为买了 这很大哟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和另外两个神秘嘉宾一起自驾新疆 然后呢他们就是小车车和小流流 然后我们马上就要会合了 带他们来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是因为我们人美心善吗 是因为他俩会开车 否则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应该是我们车到的 好了我们就要去跟他们会合了 因为我们打算喀什一地还车 所以这次就用了一海族车 工作人员呢就把车开到机场来接我们 那一会我们要是把车直接开走了 那个师傅该去买 我看见他俩了 他俩正在逐渐飞出画面 我们这次自驾新疆小分队就正式集合了 接下来的十多天就辛苦小车车和小流流 为我们开车了 人都没理你 你要点脸行吗 那么人到了乌鲁木齐室内的第一件事 干嘛呢 吃 餐厅从外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夜店 石头走进去又走了出来 说这里可以安排一个长镜头 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像夜店 但是里面更像 感觉进了夜店 我能听见 店内呢还有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风格 这是我们来到新疆的第一顿正餐 打摇一激动的就点了这么多 各位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 我们要先冻筷子了 这是薄鸡包子 咬开来就是羊肉和葱什么的 特别像是我们内蒙的烧麦 但我们内蒙烧麦上面是有那个像花一样的褶 还会撒那个干粉 所以吃起来比这个稍微口感要干一点点 这是抓饭 羊棒骨这么大一个是煮过的 然后纤维非常的分明 对待羊肉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清炖 因为这样子可以保留羊肉非常甜的那个肉质的味道 油包干就是只有在新疆才能吃到的烧烤 太好吃了 红柳大串 它不是那种肉块的 它还带着骨头的 这是肉 合适去 等别像是在吃烤羊排 这羊肉算好吃 这羊肉算好吃 热腾腾的烤包子上桌了 除了新疆之外 反正我吃的很多新疆餐厅里面 这个烤包都是限量供应的 这一天只烤几百个 卖完了就没有了 但是在新疆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大盘鸡 来新疆怎么能不吃大盘鸡呢 这个鸡肉炖的很烂 然后它其实还是有一点这种 盘鸡的一种口感的 太好吃了 观众老爷吃面条 我吃肉你吃面条 最后怎么能少了甜点呢 你们猜猜这是啥 非常特别 鸡子因为酸奶粽子 它们都盼呆了 香吗 把那个门票钱交一下 干杯 干杯 总的来说就是吃了那么多烤包子 大盘鸡 酸奶 红柳烤串 终于在诞生地吃到它们了 大型的网友本性 刚才说这家餐厅看起来像夜店 你们不信 你看 演出这就开始了 有乐器演奏 有单人舞蹈 还会邀请现场观众一同上台 共舞一群 这样的舞蹈表演呢 在全国的江湾 基本上就是一个标配 但是第一次来到新疆现场感受 还是很激动的 姑娘啊 千年啊 朋友快带上一起了 北京上海跳起来 天真重庆跳起来 广东山东跳起来 海南河南跳起来 山西光西跳起来 河北湖南跳起来 临沙西桑跳起来 西江北湖舞跳起来 跳起来呀 纵然过去这两年 有很多的旅行计划 都在出发的前一刻取消 但这一刻 我们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 原来随风起舞的日子 从未走远 而在我们接下来的18天行程里 像这样热闹欢腾的夏夜 几乎是每一晚 吃完饭之后呢 还发生了一个 关于八点半的趣事 刚才我们在这边吃完饭了 然后准备去买一点东西 就问保安说 这边有超市吗 从往前走啊 八点半了 然后我说 是不是八点半就关了呀 现在都十点了 说八点半不关了呀 我说那不是已经十点了吗 他说那个超市叫八点半 所以在乌鲁木齐的同学 肯定都知道这个梗了 但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知识 所以屏幕前的各位 在你们老家 或者是你现在生活工作的地方 当地有没有什么名字 比较特殊的便利店 或者是超市连锁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找找老乡 我们的计划是返程回到乌鲁木齐 再深度的游耳一下 所以第二天我们一大早 就离开了乌鲁木齐 计划沿着连货公路G30 一路开500多公里 接近6个多小时 最后呢 抵达赛比木湖 不过在途中 我们具体的一点说呢 就是大摇 因为粉丝推荐了一碗凉皮 专程去了一个 完全不在计划之内的城市 大家可以根据凉皮这个线索 沿着G30 从乌鲁木齐出发 猜一猜你是哪一座城市 其实应该很好猜 擦擦口水 我们下期再见咯 下一期我们将探寻一座 凉皮圣地的渊源 并且在夜幕降临之前 抵达一片 美道让人窒息的湖泊 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大家记得给我们这个这个那个 我发誓 下一期绝对更加精彩 那我们就下期 新疆故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